卡尼尔新一季的产品代言人 刘亦菲日前是前往泰国拍摄了最新一季的广告 而这两年刘亦菲的事业是全面发展 这也帮助她成为了卡尼尔亚洲地区最年轻的代言人 为了拍摄卡尼尔的最新广告 刘亦菲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泰国 虽然拍摄强度很大 工作团队也集合了中法泰日等多国工作人员 但刘亦菲和团队沟通起来却已经非常默契 很高兴这次能够跟卡尼尔合作 应该是我拍广告人最多的一次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就是很追求完美的那种感觉 其实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能够希望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让所有人都很满意 此次广告片的拍摄让刘亦菲倍感挑战 为了体现产品保湿防晒的特点 水池边的一个镜头让她重复了很多次 在现场我们看到刘亦菲能熟练运用中英日文 分别与不同的工作人员交流 看起来签约了好莱坞经纪公司的刘亦菲 已经越来越自备国际引星的数据 耗时四年的功夫之王去年在全球范围内供应 首周变登林北美跳坊榜盘首 之后多家好莱坞经纪公司都向刘亦菲抛来橄榄池 刘亦菲最终选择了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 成为张子怡成龙的平门之妹 也是和该公司签约的第二位华人旅行 目前她已经签约不断 所以现在有一部英文片 还有一部非常好的中文的片 所以可能明年年初应该会决定一下 其实我觉得拍《功夫之王》之后 自己心里面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一个惊喜 我没有发现我原来性格里面还有那样一面 但是挖掘出来了所有人都很满意 所以现在找我的角色 也都是那种很刚毅的 很就是怎么讲 我说原来想形容不是外容内刚 是外刚内刚 15岁出道 16岁成为神仙姐姐王语音 17岁当上小龙女 19岁拿到了人生第一个 好莱坞大片的女主角金燕子 这几年刘亦菲的步伐 虽然比很多同名人卖得慢 但却更稳 这也成为国际化妆品牌 向重她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会选择我 这个女 我觉得可能应该也是跟我的感觉 和我的 我给大家的印象 然后还有我自己的风格 也很像 他们是一种非常年轻 然后非常有活力 非常崇尚自然的品牌 然后我觉得卡尼尔 其实是一个 在国际上 可能在中国市场是这两年 但是原来一直是法国 欧莱亚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 作为该品牌 在亚洲区最年轻的代言人 一直热衷慈善的刘亦菲 还将协助品牌 参与一系列慈善活动 其实在年轻演员中 刘亦菲热衷慈善的程度 也是可跟可点 今年5月 四川发生地震后 刘亦菲捐款100万 并放弃美国的工作 留在国内做慈善 建立在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 刘亦菲基金是一个很长久的计划 包括以后会建学校 会自助孤儿 我们得到了很多现化和掌声 那我们是最需要 也最应该回馈社会的人 刘亦菲年龄不大 形象无可挑剔 能讲流利的英语 工作态度很敬意 签约国际经纪公司 帮她推开了好莱坞的大门 成为国内年轻女演员 最具权力成为国际女性 刘亦菲年龙不大 帮她推开了好莱坞的大阶 那我们下期摄楼 可以用它来好莱坞的大学 刘亦菲年龄不大 最多的大学 开了好莱坞的大学生 对我来 Mitte